潮文 共享 独男的一生 主讲 借信二三次 声中四了 还没试过拍拖 但独男说 无紧要 现在努力读书考好会考 以后有钱 你方无侣 结果 独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考试 声上大学 拍毕业照的时候 发觉很多人都一相一对 原来大学是缺合情侣的好地方 独男依然一个 但他说 无紧要 即将在我踏入社会大展拳脚的时候 亦都是我幸福生活的开始 独男努力工作 三年 五年 七年过去了 依然单身 但他 终于达成了心愿 成为高收入人士 月薪 达两万零五百元 独男年过三十 开始疑惑 为什么我已经是成功人士 但还是没有女儿 更令他惊讶的是 公司不少女同事 都跟MK型男拍拖结婚 但那些男人 并不是事业型 例如 Dorothy的男朋友 只是中毋毕业的Sales 月薪只有一万八千元 比自己足足少了两千元 为什么 不是努力读书成为有钱人 就有女儿的吗 不经不觉 独男到了中年 身边已经没什么朋友 自己度过一个又一个的 圣诞节和情人节 独男面路了 孤零零一个坐在公园 回想一心 自己曾经得过吗 女人的身体是怎样的呢 和女朋友在海边 共度平安夜的滋味 是怎样的 高灯人不是经常留帖 说 年轻的时候 不要浪费时间 将来有钱 你方没有女儿吗 我照做 究竟什么地方出错 年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